納入健保 祝你生日快樂 兒童病房樓層 傳出歡樂歌聲 醫療團隊為即將滿兩歲的品言 提前慶生 這也是他在醫院的畢業典禮 有張畢業證書哦 試畢業更是重生 看他拚命揮舞小手 很難想像 他剛經歷一場生命浩劫 睡病前的品言 就跟一般孩子沒有兩樣 卻在八個月大時 不斷嘔吐、昏睡、頭 還會歪向一邊 最後確定罹患罕見的ATRT 也叫作非典型雞胎 橫穩疾養瘤 小小的後爐窩布滿腫瘤 我在全台灣 大概平均每年三例左右這樣子 不常見 但是一旦表現換 因為它是惡性的腦瘤 就比較致命 只是那時候 我們都一直想說 它這麼小 它怎麼可能很承受 才想讓它 這次舒服一點走就好了 想過要走安寧 因為治療過程太辛苦 光是分兩次手術取出腫瘤 就是一大挑戰 想辦法能夠保護老幹 不要碰到它 不會有傷害到它 後續再經過二十五次放療 和近一年的化療 十種不同化療藥物車輪戰 加上蒐集自身幹細胞回溯 小小身體 舊障和病膜糞戰 媽媽也守在醫院兩百多天 他每次放在哪裡都是哭 放到後面他就喊媽媽 之後你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對 我也不想要讓他承受 心疼到忍不住紅了眼眶 但面對像品嚴腦中 這樣的頑強腫瘤 必須多管齊下 只是過去三歲以下孩童 容易受到放射線傷害 產生副作用 包括神經認知功能降低 或是生長發育遲緩 還有內分泌異常 再來就是二次癌症的發生 但現在的植子治療 平均能降低七成副作用風險 適應症除了兒童癌症 包括成人腦瘤 頭頸癌 胸腔腔腔等骨盆腔的腫瘤 全台目前從北東南 一共有三家的植子中心 而未來在四年當中 還會再增加四家 就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家來說 在過去的一年當中 就已經治療了超過兩百五十位的病患 而植子治療的好處 就在於它可以針對病造 有更精準的治療 實際來到植子中心 科技感十足的六D旋轉床 整體設備要價約五千萬美金 搭配可以自由旋轉的機頭 那我們可以讓植子樹 可以擊打到身體 各個部位不同的腫瘤 同時透過3D影像導航 瞄準好腫瘤再打 它可以像深水炸彈 或者是像狙擊槍 它在指定的深度指定的部位 才會完全釋放它的能量 和傳統的放療 和重粒子治療比一比 傳統放療像是散彈槍 殺腫瘤的同時 經過的正常組織也可能被破壞 而重粒子像是雷射炮 能量強破壞範圍較大 操作技術較高 植子則像是狙擊步槍 可以靈活調整 720度精準照射 但一個療程自費幾十萬起跳 往往讓癌有卻步 全世界進行知識治療的先進國家 都是以兒童癌症為第一優先的考量 所以我們也期待未來 台灣在全民照顧 全民健保這麼好的措施之下 也可以優先考量 照顧這個兒童癌症的朋友 正因為靈活精準 又能降低副作用風險 對於個體小又正在發育的病童來說 植子治療打破年齡限制 每年渴望幫助一兩百位 離癌的孩子 走過病痛 也重新點燃無助家庭的希望之光